来 董 副主书 咱俩平常是不是好兄弟 是 副主书 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一下 你可不可以借点钱给我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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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我平时从来不和别人有金钱往来 怕有的时候钱借助行啊 真连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你还是找到别人吧 乖啊 喂 你那边怎么样 谢谢 小龙 你怎么了 没事 宁愿跟别人借钱 也不拿我的钱 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呢 是绝对不会接受女人的钱的 但是他交不出和解金 就没办法摆平这件事啊 那是房小龙自己选择的呀 不然这样你帮帮我好吗 这个钱就当做你借给小龙的 你觉得我借的钱他能要吗 那就当提前发的工资啊 这样 这卡我可以拿 但你答应我三次约会 两次 一次 哎 放手啊 这是我的底线了 这么容易吃饭行不行 那我十点之前必须回家 成交 喂 你烦我烦啊 我这不叫烦 叫可爱 其实我平时是不会情意 借钱给人的 不过啊 看你那么着急 就只能出手相中啊 谢谢你 叔叔 我一定会尽量还你的 谢谢 谢谢 医生不是说让你多观察观察几天吗 医生说不需要观察了 没问题 没那么大病 我回屋里去啊 哥 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不是说了没问题了吗 要是有问题 医生也不会让我出医院呢 可昨天摔得那么重 不管怎么样 总得在医院多住几天才放心啊 反正医生就告诉我说 你能走就算是不错了 回家去吧 每天按时吃药就可以了 那就好 得感谢爸妈 给了我们一副结实的身体 你比我结实 文哥 你先歇着 我去盛碗小米粥给你喝 好好好 小龙呢 小龙啊 小龙怎么样了 小龙啊 小龙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了 小龙闯祸了 还是把人打伤了 呗 wears